全油管最快新闻 王大宰博事后与黄苑医生 共同探讨罕见病治疗挑战 王表示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提升医生专业水平 黄强调提高医疗救援效率 帮助更多罕见病患者 两人一致呼吁加大 对罕见病研究与治疗的投入 保障儿童脑健康 这样的跨界对话为罕见病患者 带来希望 也为医疗领域探索了新的合作模式 希望更多医疗机构和专家 能加入到这一领域 共同努力为罕见病患者 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